好多狗自己坐在马桶上撒尿 但是你给他下口令 大小便他会的 他去哪大小便呢 不管这哪 只得你的腿他也可以 你让他在我这撒尿 他也会 这太没素质了 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现在几乎有很多人 家里都养着宠物 就是狗 因为狗温顺 忠诚 但是不是谁 跟狗的相处 都那么美好 有些人呢 把自己家里的狗 惯得不行 他有些人就能把狗 管得特别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这位工作高手 和狗是最好的朋友 与他同吃同睡 他到底和狗之间 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来我们掌声 有请他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三栋烟台的杨丽霞 我是一名训犬师 这是什么品种 这是玛丽努亚犬 比利斯牧羊犬 智商很高 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作犬 您养狗养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 爱狗爱到了什么程度 和家人一样的 它能上床吗 不可以的 它有自己的地方 这什么叫素质呢 素质 对 素质就是你 你该去的地方 就应该你去的地方 银地方 就是银的地方 它可以上马桶 自己撒尿吗 这个不会 但是你给它下 狗音上好多狗 自己坐在马桶上撒尿 但是你给它下口令 大小便 它会的 它去哪 大小便 不管指哪 指的你的腿 它也可以 对 你让它在我这撒尿 它也会 对 这太没素质了 其实叫丁点 哦 丁点 对 行 我待会找个人 好 让它到那撒一号 让它走狗云 好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杨黎霞所获得过的荣誉 这条是18年 德国牧羊犬 这个CSV 是德国牧羊犬的赛赛 一个APO三级第二名 嗯 这是三级是APO最高的一个等级 啊 它是我一条母狗 因为今天 他 这几天他要什么 当妈妈了 哦 所以带回来的 哦 这个是19年CSV 德国牧羊犬的 AGPE的冠军 嗯 这是妈妈 这是女儿 她女儿又得冠军了 女儿是冠军 哎 她的家族很厉害 看样子 这个还是要有种的 对 这叫第一名 这个呢 这个最大的奖杯 这个是她的 她的 对 这是一个17年 嗯 几分榜的总冠军 啊 APO一的总冠军 嗯 就是每年要打到三场以上的比赛 啊 才能争夺这个冠军 这个IPO是什么赛 它是一个国职工作权考核的一个大赛 有多少年历史 大概有100年吧 100年历史 对 这种奖杯你有多少个 大约有21个吧 每一个脚杯分量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对 如果这里有人 嗯 跟你动手 他会怎么样 他肯定会攻击你的 他是会 咬伤为止 还是要咬死为止 他是会 制止你的 试诺 啊 葡老师试试 试试 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步一个动作是吗